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十二门徒系列 马太 这个马太呢 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 也是路加福音提到的 税吏 吏位 这个马太的蒙照啊 非常的戏剧化 他正坐在税关上收税 结果呢 耶稣来到他的面前 很简单的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这个马太啊 立刻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一句话也没问 然后呢 他就开始在自己的家里啊 为耶稣是大白宴席 所以第一个要点 没有一个人会因罪恶太大 而不能够得到主的拯救 税吏在当时那是贪官污吏 因为罗马政府呢 只要求一个固定的税收 如果抽的多呢 全部都归给税吏 所以抽多抽少 还不是税吏 一句话说了算 所以呢 这样敲诈 贪得无厌啊 欺凌弱小啊 等等的恶行啊 都是那些税吏啊 公开的行为 所以呢 在当时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 税吏相当于日治时代的汉奸 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的同胞 是民族的罪人 是社会不持的职业 所以呢 圣经里面呢 把税吏和娼妓 罪人同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一个人能不能够得到赦免 不在乎他的罪有多大 主要的是 他肯不肯离开罪恶 来跟随耶稣 这个马太悔改的时候啊 就在家里开了一次 盛大的感恩见证会 然后这个马太呢 就把他的同行 其他的税吏 还有亲戚啊 朋友啊 都请了过来 耶稣就是那一次宴会里面的贵宾 嘉宾 就在那个公开的场合里面 耶稣和这个马太做席 认马太为朋友 称马太为一 这是何等的荣耀 所以第一个要点是 没有一个人会因罪恶太大 而得不到主的拯救 第二点呢 要点就是 得救的人呢 他会有新生的见证 马太呢 本来的名字叫立位 立位是什么意思呢 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 但很可惜啊 立位还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不是跟上帝联合 却是和世俗联合 那他另外的名字叫马太 马太就是神所赐的意思 所以他跟随耶稣 他有了新的生命 他又明白这个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 所以他就用一个新的名字 来见证他的新生活 来开始他的新生活 就好像旧约的亚伯兰 改名叫什么呢 亚伯拉罕 雅各改名叫什么呢 叫以色列 扫罗改名叫什么呢 叫保罗 西门改位叫什么呢 彼得 那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 他们在信仇之后 或者受习之后 他们也改了一个新的名字 当然了 不一定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 不过呢 新生活的见证 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 所以马太在家里面大白宴席 来公开见证他的重生 请客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来听道 却愿意来吃饭 那对于那些不愿意跟随耶稣的 这一顿饭却是告别宴 马太呢 再也不能跟他们一块犯罪纵欲了 就成为告别宴 跟他们的生活方式 原来的生活方式说白白了 从此以后呢 彼此道路不同 兴趣不同 方向不同 生活方式也不同 因为根本上 他们的生命啊 已经不同了 那第三个要点呢 是跟随主的人 得着 总比舍弃多 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 哎呦 马太啊 撇下税官 撇下的可多了 那是财源滚滚的职业啊 高高在上的地位啊 声势赫赫的权利啊 他都撇下了 但是主一生呼召 他毫不犹豫的撇下这一切 跟随耶稣了 他结果得到什么呢 正如耶稣回答彼得的 他今生得到了百倍的报偿 并且啊 承受了永生 马太撇下 马太撇下继税杖的笔 得着了写福音书的笔 他后来就写了四福音中的第一卷书 叫马太福音 据说马太在犹太人当中传道有15年的时间 是在本族传道最久的使徒 后来呢 这个马太也转到外邦人当中 谦卑的来俯视主 据说啊 这个马太后来走遍非洲各地不道 最后呢 这个马太也是为主殉道而死 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 他写下了耶稣的教训说 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而马太不只是写 他自己也做了 他走遍了非洲各地不道 最后为主殉道而死 盼望你我都像马太一样 被主得着 不但能够说 而且能够做到我们自己所说所传的 愿神赐福宁